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把口罩摘掉吧 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大家 那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就是從菩薩的音樂來看文化的交流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個題目 其實跟我的學習背景是有關係的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就是學習的東西 那我其實跟台南很有緣分 我在大學還有研究所的時候 我是讀烏山頭水庫旁邊的台南藝術大學 我是讀藝術史學系畢業的學生 那我那時候就是專攻佛教藝術 那我畢業之後就去了北京大學的 考古文博學院 謝謝 然後去學宗教考古 然後我這個博士畢業之後 我就去了巴基斯坦 大家知道巴基斯坦嗎 就是在阿富汗旁邊的那個國家 現在也是穆斯林國家的巴基斯坦 然後去學劍陀羅的考古 劍陀羅就是早期的佛教藝術就對了 然後我結束之後呢 我就去了敦煌 墨高窟 就是敦煌石窟的那個地方 去了敦煌的那個研究所工作 我去那邊做考古報告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到是 對我的一些工作照片 那麼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然後家人還是很擔心 希望我還是可以回來台灣 對 所以說我在今年初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回到台灣了 那那個時候有點算是裸辭吧 就是什麼都沒有帶回來 就是這樣孤身自己一個人回來了 所以回來之後就開始找工作 那那個時候就是 對 謝謝佛逛大學 受到他們的青睞 所以我就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正式成為那個佛教學系的一員 所以對 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 所學所研究的東西 那我的專長就是佛教藝術與考古 那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做佛教藝術 佛教 不好意思 佛教藝術的話 它其實跟佛教的發展歷史息息相關 那它是在 它是佛教文化在不同時空下的一個實體呈現 也是就是我們在佛教傳播的時候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依循的媒介就對了 那因為先民他們在創造佛教藝術的時候 他們投入了大量人力跟財力 還有他們的智慧 然後所以呢 在佛教藝術 它雖然說是屬於佛教 但是呢 它也包含了很多社會的內容在裡面 就比如說是 我們在佛教藝術裡面就會看到說 當時候的一些建築的形式啊 當時候人穿的衣服啊 當時候人用的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現在在文獻歷史上 其實看不太到上官記載 因為那是很庶民文化的東西 然後呢 也在 考古的 發現裡面 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這些食物 但是我們就在佛教藝術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就是 忠實的紀錄 那麼 其實早在上世紀中葉 西方的學者就已經開始 嘗試用佛教藝術來貫穿整個 亞洲藝術就對 所以 佛教藝術也可以說是一個 跨時空的一個 藝術文化的一個寶庫 就是你想要研究各種領域的藝術表現 其實很大方面你都必須要去 從佛教藝術裡面去 從裡面找材料就對了 那麼 佛教的話它是 從 印度的那個 孔雀時代 孔雀時期的阿育王時期 也就是 阿育王那時候不是建了八萬四千塔嗎 也就是在公元前三世紀左右 所以它那時候就把佛教給 傳佈出去了 那傳佈出去了 傳入中國啊 日本啊 然後 韓國 然後也就是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北傳佛教 那如果傳入了西藏 南傳佛教 那傳入了 斯里蘭卡 緬甸 老過 泰國 這些就是 南傳佛教 那麼呢 在 中國的佛教呢 是由 印度 然後經由中亞 然後再傳到中國 然後在一系列碰撞磨合 還有適應底下 然後發展出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中國化的佛教 那在過程之中 各個地方的文化因素 也就融合在了佛教藝術的這個範圍裡面就對 那今天我這個講座就是想藉由菩薩的音樂來看就是 中國的魏晉南北朝到隨唐之間 這個文化的融合還有交融的一個情況 然後也來看看說 就是在中國的這些佛像藝術 佛教藝術裡面究竟就是 它就是 究竟有哪些來源就對了 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菩薩 這些都是 哇這個這個這個可以 可以調一下燈毛 這個像其實很漂亮 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轉頭看一下 那個小螢幕展現出來的這些菩薩 其實是非常漂亮 只是現在展出來好像有點反黑反黑的 對 這些都是菩薩像 那菩薩像在那個佛教藝術裡面呢 有時候是單身的存在 他可能是代表是 釋迦牟尼還沒有成道之前是太子的形象 或者是他的前世就是 對他前世還是太子的那些身份的時候 對 那很常 他是作為佛的邪式出現的 那這些有的是單身的像 有的是邪式的像 那麼 陰落是什麼 大家知道陰落是什麼嗎 珠寶還有呢 還有陰落是什麼東西 寶石 都蠻對的耶 大家都有這個概念在 我們如果一般在講菩薩陰落 菩薩陰落 其實講的就是 菩薩身上穿戴的那些 對 珠寶 或是他的身上那些裝飾品就對了 那我們 其實陰落他在古代的南亞大陸上 他就是一個那邊那個時候人 會穿戴的東西 尤其是那時候的王公貴族 那時候的有錢人家 他們就是會穿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會 身上披掛的這些裝飾就對了 喔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是 中國化之後 對 那麼什麼是陰落 我們如果去查那個 佛經上繁文的話 佛經上繁文的意思的話 就是推演出來的話 其實可以推出這幾個字 比如說是 Mukahala Mukah就是那個珍珠的意思 那Hala就是一串 那就是珍珠串的意思嘛 那還有就是 Kiyula Kiyula 就是有點類似是裝飾手臂 手臂上或是這個手鐲上的 這種飾品叫Kiyula 然後還有就是 Lanafali Lanafali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一大串的飽視覺 就是你看這個一串珠串這樣子的意思 那還有就是Lukaka Lukaka有點類似就是花曼 什麼叫花曼 花曼其實有點類似就是 我們如果迎賓的時候 不是會帶花圈嗎 那個東西就是要 就是要那個花曼就對了 那它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樣歸結下來 它的意思就是 它可能是 它應該就是環狀的事物 或者是主要是由珍珠寶石 貴金屬串成 就是一些比較寶貴的東西 把它串起來 披灌在身上的東西就對了 那麼 我們如果在 大唐西域記 也就是玄葬寫的大唐西域記 它那時候不是去了 天竹去遊歷去西行求法嗎 它沿途也去記載了 就是很多它的所見所聞就對了 那它就記載到說 在《大唐西域記》裡面 它就記載到南亞地方的人喔 不管是男女 她們都會在身上就是佩戴 陰絡來裝飾自己的身體就對了 那在《中阿韓經》裡面也講到說 有很多的年輕女性 她們也會就是沐浴完 然後還香薰完的時候 穿著乾淨的衣服 然後就會披掛著陰絡來裝飾她們自己 那麼而且我們如果在看《佛經》裡面 他說根據北梁譚無聖的那個 所翻譯的《佛所行戰》這個經典的話 我們也知道說 釋迦牟尼他在太子的時候 他還沒成道的時候 他是太子之前 他在太子的時候 就已經陰絡莊延伸 就是披掛著陰絡來裝飾他的身體 然後呢 其實值得一提的是說 陰絡這個東西 他除了說是用來裝飾人的身體之外 在幾部經典裡面也有看到說 這個陰絡是用來裝飾場域的場所的 所以剛剛我從那個看到二樓的我們的大殿 不是裝飾很多那個燈對不對 其實廣義的來說 那個也可以算是陰絡的一種 因為也是一種裝飾場域的東西 對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塔 這個塔是河南開封的一個叫做 叫做 我有點忘記了 叫做開寶寺的琉璃塔 但是因為他那個琉璃是鑽紅色的 遠遠看很像是鐵生鏽的樣子 所以他們又叫他開封鐵塔 以後我們如果聽到開封鐵塔 他其實不是鐵做的 他是琉璃磚做成的 那他在塔身的地方 就有裝飾了一些花磚 那在這個就是裝飾這些花磚有沒有 他整個塔都是花磚砌的 在上面的時候我們看到這花磚上 其實也有這個陰絡 他也有裝飾陰絡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沒有那麼廣 我沒有要講到那些東西去 我們今天還是主要的是說 菩薩身上的陰絡 那菩薩身上陰絡這個東西 在日文的一個經典裡面 或是你們看到一些老師們 他們可能會講說他叫裝生劇 其實也很可以理解就是 裝飾身上的一些東西的意思 就是叫裝生劇 那從他的形式來看的話 他其實可以分為是 裝飾胸前的或是那個陰絡很長 裝飾到腳膝蓋這個東西 所以我自己是把它分為說 他可以是胸式的就是 長度就是在胸腹之間 像是這一身菩薩身上 穿的這個樣子 然後或者是長陰絡 就是他的那個長度是到 大腿膝蓋的這種裝飾 就叫長陰絡 那通常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菩薩 都是兩者就是合在一起 就是裝飾那個胸前的 胸前這邊有 然後還有就是配個很長的到腳上的那種 那麼如果說我們再進一步的去分 從他的那個造型啊 他的外觀形象來看 我們其實還可以把它分成很多型喔 比如說是U型的 就是像一條項鍊一樣 就這樣戴下來 U型的 也有雙C型的 就是兩端這樣子而已 然後還有這種X就是 我這個反了 X型跟Y型 X型跟L型 然後還有長的U型啊 長的L型啊 長的X型啊 或是倒U型的 倒Y型 我今天是怎麼了 太興奮了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從佛教藝術的起源 就是一剛開始的那個菩薩的形象 來看他們的裝飾好了 這個時候的音樂裝飾還是比較 要著重在胸前 就是還是在胸前的裝飾好了 就是裝飾在胸前這一塊 這是劍陀螺地區的菩薩 這是抹兔螺地方的菩薩 那劍陀螺跟抹兔螺 大家如果去博物館 或是聽一些講座 常常聽到一些老師們講對不對 就想說這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劍陀螺其實簡單來說 劍陀螺它的造像有的比較多是灰色 或是帶綠綠的顏色它是由那個葉岩來雕刻成 然後抹兔螺的大部分都是它那邊的食材很特別 就是都是紅色的沙岩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白色點點 所以你看到這種食材就會知道說 喔 抹兔螺的東西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劍陀螺的一個像 他們都會長得比較像外國人 就是希臘羅馬人 外國人長得都會比較帥 鼻子比較就是深目高筆 就是哇你的輪廓很深很好看 就是我們現在的覺得很帥的樣子 可是抹兔螺就是看起來就很 嗯 很 嗯 就是一般我們會說 比較像是印度本土的人的樣子 就是可能看起來比較 可能眼睛也大可是就會就是 沒有那麼帥啦 不好意思這樣他們不好看 對 然後我們現在特別來看一下 劍陀螺的一個兇式好了 它其實可以分成四個部分 四個層次 四重 對 第一重就是這個寬寬的這個 呃 寬帶的手勢 它其實還有一個身分上的象徵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是這一條 是看起來像是一條線 然後就披掛到這個肩膀這個地方 就肩然後到這個這個手臂的地方 然後第三條就是會繞過你的胸口 然後到你的右邊的腋下這樣 繞過去 這個上面通常會有一些小盒子 會掛一些小盒子 然後就叫 呃 現在是叫做婆羅門式線 因為可能是當時候的婆羅門的人種 就是那個比較高地位的人 他們都會配戴這個 然後上面有那個小盒子 第三重就是這個 這個都就是U型的一個聖線 然後它的前端都會是裝飾獸頭 就是像野獸的頭部 然後他們相對的地方 中間還會有一個小寶珠 就好像兩個獸 兩個神獸在搶一顆珠子那個感覺 那現在也有出土一些食物 就像說我們剛剛第三重 我說這個婆羅門式線 在塔克斯拉那個地方 也有採集到一些 這個是出土的食物 也是一條鏈子 然後上面有一些小寶盒 然後第四重的聖線呢 它雖然說大部分都是這種 前面是獸頭的 就是這種有獸頭 然後再搶一顆珠子 也有看過是獸頭 然後它身體是植物 就是葉子的樣子 然後也有說你看是小天使的樣子 對然後是抱著一顆寶石 那現在在劍陀羅的地方 還沒有找到還沒有出土 一模一樣的這個食物 但是有看到一些這種的手勢 就是手上就是手著什麼的這種 雖然說我們在劍陀羅沒有看到 可是我們在其他的地方 有看到這個幾乎是一樣的這種 跟剛剛那個形式是 幾乎是一樣的這種食物 都是瘦手的 還有這個 這是在新疆出現的 這體量很大 那個直徑是42公分 42.5 而且在同一個出土地 還出土了一批 就是很多個 不是只有一個 然後我們現在在 在之後就是 佛教印度起源 傳到了劍陀羅 抹陀羅之後 然後再往中亞傳 中亞也就是現在講的 就是它包含範圍很大 其實也包含到今天的新疆 那我們看一下新疆當時候 的早期也是一樣 也是比較著重於胸前的一個裝飾 再來是就是進入到中國之後 算是中國比較早的現存的一個食物吧 對 這個時候這個是北梁的一個作品 就是在今天甘肅的張葉 就是以前河西四郡的地方 張葉 這個地方很酷耶 我希望大家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去這邊的地方玩 這個地方很漂亮 尤其我那時候 記得我去的時候是秋天 整個是金燦燦的 整個都是黃色的葉子 一大片 然後就是那個草要哭的樣子 一大片 我第一次看到那麼感動的樣子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 然後爬那個山 現在已經有做一條專門的路 可以直通到這兩個 現存最早的洞窟 直通上去 直接一直開車 一直開開開開開 就可以到了它的山腳下 然後再爬一段很長的樓梯 就可以進去看到這個洞窟 這洞窟我記得我上次去的時候 也就是去年吧 那個時候去的 我這個時候去的時候 超級冷的 就是洞窟裡面超冷 超寒冷的 我呆了一下之後我就受不了 然後我就跑出來 拿了我的超大羽絨服再進去 然後那邊就是吃的東西 就是因為比較山裡面 吃東西其實不是那麼方便 不是說我去旁邊的商店 誰想那邊沒有商店 所以我們就自己帶東西去 就帶了泡麵去 連熱水我們都自己這樣踢上去 然後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泡麵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 然後跟著那個美景吃那個泡麵 真的很值得 好然後我們再來看的是北魏時候 就是北梁之後 就是北魏了 北魏的時候 像是那個墨高窟啊 麥基山啊 還有在甘肅也出了這些東西 依舊還是比較裝飾 胸前這一塊 然後在中原地區 到了中原地區啦 也是有發現 就是也有很多照相 那同樣他們還是就是 著重在胸前的這個裝飾 這些都全部都是只有胸口這個地方 有做裝飾而已 那是到了北魏的晚期 這個是冰陽中洞 也就是在河南的洛陽的那個龍門石窟 我推薦大家如果要去龍門石窟的話 要預約他們的晚上導覽 因為他們晚上那邊全面打燈 在洛河畔看到那個打燈的樣子 覺得很美 就是本來佛像就很好看了 然後打了之後就覺得更美更好 對 然後在這個時候就是北魏晚期 這是冰陽中洞嘛 然後這個時候已經出現就是X型的一個 一個長陰魏 它已經開始就是 陰魏已經開始長到你的大腿這個地方 那個珠串已經長到這個地方了 那麼 接下來是北魏就分裂了嘛 分裂成東魏跟西魏 那東魏 這是西魏還是可以看到這個X型的一個表現 然後再來是東魏的時候呢 也是X型 其實當陰魏開始變長的時候 就是這種交叉型的X型的陰魏 是一個主流 在各個地方都是一個主流就對了 應該算是一個基本款啦 用現在話來講叫做基本款 就是每個地方都會有X型的裝飾 但是在東魏這個地方又出現這種長 比較長的這種L型的一個裝飾 那 河北 對 然後這個時候就開始漸漸出現了一些 應該算是他們的地方特色啦 地方特色出來之後就是你會看到說這個地方的這個佛看起來好像比較憨厚一點 比較憨厚一點 對然後這個地方好像比較素雅一點就是會有 開始各個地區會有不同的一些表現出來了 就是這個北齊的時候長陰魏還是就是以X型為主嗎 我剛剛一直說X型就是基本款 然後在北齊就是像是東魏北齊的時候 L型也出現了就是它是成為一個 位居第二位的基本款啦 應該這麼說 對 然後你看河北地區喔 它這個地方的那個菩薩 雖然這個身去是有一個像桶狀有沒有 像水桶那個桶狀的樣子 但是整個照相看起來就素雅素雅的 很好看喔素雅素雅的感覺 對 它說有這種素雅素雅的感覺 那還有這種就是身體快狀感很強的 快狀感就是你會覺得它那個上身跟下身 好像是兩塊東西接起來有沒有 然後它各個部分都很明顯 像是你看它這個披薄的地方就覺得很明顯 很快狀的出現 這個陰魏也是就是用那種淺浮雕 就是用浮雕的方式 然後就是把這個一顆一顆都表現得很明顯 讓你覺得各個部分都很明顯 看得都很清楚 這地方這個就跟山西的東西 對 山東的東西有一點不一樣 山東的東西你就覺得是優美 這個菩薩看起來優美沒錯 可是這個陰魏好像有一點牽在身體裡面 跟身體很近 就是它有點是 因為它是用那種撿地浮雕的一個方式刻的 所以就是感覺很貼身 貼在身體裡面的東西 而且它那個時候這個時候的陰魏 還會跟一些什麼天衣一起做結合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判斷它的形狀的時候 我們會看不太清楚說它究竟是什麼形式 那你看這個很美吧這個東西 但它就覺得你看這個 好像這個症狀牽到肉裡面去 長在肉裡面的樣子不是掛在上面的 然後呢 剛剛一直講北齊嘛 那北周怎麼樣 北周一直相對於北齊來說 一直是一個 比較著樸感比較重一點點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因為它有位子 因為北齊的話 它跟外面的連接比較大 可能經過海陸就是跟外面的連接比較 刺激比較多啦 就是出來的東西會比較多樣一點 那它就位居內陸 就是所以它有時候就是 那個東西就是慢慢的這樣傳下來 沒有新的刺激新的流行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比較多 像在敦煌好了 它北周的東西都還是裝飾都還是裝飾胸口而已 很少看到藏過於角的 在其他地方有看到就是你看 麥基山啊或是什麼藥王山都有比較長的 那都有這個X型的基本款 那這個地方流行 開始流行的是U型的 我自己是覺得會不會是說 因為剛開始都是短的U型 然後慢慢就是加長加長 就是這樣子演變來的就對了 那剛剛看的時候是比較濁的一個 就是 比較樸濁一點的一個北周表現 那有沒有比較 有沒有比較Fashion一點的表現 有喔 在他們 那個首都也就是西安那地方 這個是西安出土的 你看這東西其實很精美耶 就是跟剛剛那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它就開始會大量的 就是這個陰落就是 開始繁複了起來 複雜了起來 甚至表面還貼金了喔 就感覺更華麗了一點 而且這時候也出現這個 這個這個 欸 是這一個 對 這個 倒Y型 剛剛有講過倒Y型的形式嘛 對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才出現的 那麼剛剛大家就是剛剛看定義的話都知道說 菩薩的陰落是珍珠啊或是貴金屬啊 寶石那些東西做的嘛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實物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個照相上看到這個寬帶啊 這個菩薩身上這個寬帶他是用畫的 他很明顯的就去畫了一些文式出來 其實這文式其實就在模仿就是精器他們敲打 做金子的話做金片是用打出來的 他身上他上面的紋路是這樣子用鑿子這樣鑿出來的 所以他其實是在模仿這個 這是游牧民族他們帶的一個金飾片 游牧民族是一個很神奇的一個民族 欸 不是民族啦 人群就對了 他們不是居無定所嗎 然後就是這樣子游牧嗎 所以他們的習慣喔 他們的喜好就是把 把貴重的東西帶在身上 他們拿到了金子就會去把它穿戴在身上 或是把它打成片然後就像這個金片 然後戴在身上 然後我們看到剛剛這個啊 他底下甚至還鑲了一顆寶石的樣子 在這個金片上還鑲了寶石 我們在北朝早期的同樣也有看到這個 這是275的 他這個這個晶片啊 應該我們現在是覺得應該是在模擬晶片 然後上面在鑲寶石 比如鑲一些綠色的石頭藍色的石頭 這種貴重的礦物質就對了 然後除了說菩薩的那個陰若是珠子 大部分都說是珠串串成的 珠子除了單顆單顆的寶石之外 還看到這種像玉米一樣有沒有 像玉米的這種珠子 這種珠子其實就是小珠子一串之後 然後很多串小珠串然後把它扭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種角珠就是把它轉過來之後 然後變成了一個樣子就對了 那在珠串裡面還會增加一些其他東西啊 比如說像是這個蝴蝶結狀這種 這叫步行式 還會增加這種像樹枝一樣這個是珊瑚 那麼還比較特別的是還有增加這種 很像就是我們金屬的鍊子有沒有 就是我們包包啊什麼的那些鍊子 這叫做環扣鍊條 然後上面還加了一個鈴鐺耶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除了是珠串之外啊 還有這個玉米串之外 底下還它中間還帶了這個 像碎狀 其實這個是像流蘇 它在模仿流蘇的樣子 然後在這個珠串的正中間 還有一個瘦手像鋪手的樣子 然後這裡是麥碎狀的 跟剛剛這種鏈扣狀的其實不太一樣 跟剛剛這個鏈扣的不太一樣 這是一環扣一環的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是另外一種金式的一個表現 然後底下是帶了一個大鈴鐺 那在到了中國的隨帶之後 這個菩薩身上的裝飾 開始增加很多很多的中國化的因素 就比如我們在這個上面 看到這個X型的這個交接的這個地方 然後它是鋪手耶 就是一個 等一下給大家看鋪手的形象 然後它是叼著這個珠串之外 底下還有這個鈴鐺 然後底下還掛了一個圓形的飾品 我在看這圓形的飾品之後 我就覺得很像那個兒童 就是嬰兒用品 就是給小嬰兒玩的時候 不是都會放一個小圓圓鏡子嗎 就是要讓他們看自己有沒有 就是很像玩具上面掛著這個小圓形式 那鋪手這個東西 大家看到鋪手 而且它嘴巴就咬著這個東西 它這個地方已經替換掉 因為原本是會有一條叫聲帶的東西 但是用主玉配把它換掉換成這個 那我會叫它鋪手是因為 其實它的概念就是 它嘴巴裡面不是咸著一個東西 然後把它掉下來嗎 然後這個就很像我們從 戰國時代就很流行的這個鋪手 鋪手就是很像那個 大家有沒有看那個古裝劇有沒有大門 不是會這樣摳摳摳有沒有 摳摳摳那個大的環上面 有的就是做成一個像這個 有一個神獸咬著那個環的樣子對不對 那就叫鋪手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跟 它這個咬東西的概念就是跟我們這個 中國從那個戰國時代開始 就有了這個鋪手的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叫鋪手 因為美國有一個學者叫做馬力連 他其實是認為這個東西叫做 它有一個很酷的名字 叫做克爾提哈姆 克爾提姆哈 為什麼他叫這個名字 因為他說是像是西亞那邊的一個獅子的裝飾品 所以他就叫他那個克爾提姆哈 但是我覺得這個學者他忽略了一個 那個中國的因素在裡面 因為畢竟這個是中國的東西 而且從魏京南北朝一直一直到那個隨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中國的菩薩肯定會有一些已經吸納了一些中國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叫鋪手會比較好一點 再來就是這個祖玉佩 這個祖玉佩其實是漢文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麼佩戴在文人裡面會覺得佩戴玉佩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然後呢他還有一個道德的意涵在裡面 那菩薩就是一個身份嘛 而且是品德兼具的一個化身 所以說在那個時候的那個造像裡面就用 就讓菩薩身上也佩戴這個玉佩 那很特別的是說只有在山西的菩薩身上看到這個玉佩 在其他地區是沒有的 對其他像陝西的話他們的玉佩是掛在旁邊 就是菩薩是掛在這個地方 就是不是主要的這個大地方就對了 那他這個景式的地方 像式的地方也有看到帶這個小玉佩 底下還有一個球球 球的樣子 這球是什麼不是鈴鐺 他在模仿的是這個 叫做蜻蜓眼玻璃珠 蜻蜓眼玻璃珠其實在公元前10世紀的時候 在地中海沿岸就出來 那個時候的人都很喜歡這個東西 然後就經由 藉由遊牧民族他們這麼遷徙啊 移動的時候把這東西帶進了中國 所以說在那個 也是在戰國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的人 尤其是上層的人 就很喜歡這個東西 一直到隨堂 其實一些比較 位階比較高的人 什麼的還是蠻喜歡這個東西的就對了 那我們從上面來看的話 可以看到說陰落 中國的陰落 其實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嘛 對不對 比如說他的樣式 剛開始都短的 是到北魏 晚期之後才開始慢慢變長 然後呢 他的裝飾也從剛開始很簡單 只是珠子串的那個樣子 然後到後來就是 增加了很多元素啊 加了比如說珊瑚啊 加了一些圓形式啊 加了一些鈴鐺啊 什麼東西下去了 然後 甚至還加了 就是剛剛看到的鋪手 就是這個鋪手啊 還加了玉珮這些東西下去 他的就是 從簡單變得慢慢的變得很複雜 那麼 可是 在這些陰落裡面啊 有一個東西很特別 有一種陰落的形式很特別 他是跟著佛教傳入喔 可是之後就消失了 後來又再出現了 這就是這種 大家看到這種陰落 有想到哪個 剛剛有看到的哪個嗎 哪個地區的菩薩的陰落嗎 這種就是 他 就是對獸型的一個熊式 就是他兩端會這樣垂下來 然後兩個獸手會相對 這種陰落啊 就是我們在 中國的三世紀 四世紀就可以看到了 這是雙團是三世紀末 很早的一身造像 都可以看到 然後呢 在單尊造像上 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個 五世紀也看到 在石窟造像也有看到 就是像是這個 雲鋼的東西 而且他很集中的出現喔 雲鋼石窟現在是說 是在460年開鑿的 然後 然後是 終於正光大概是500多年的時候 停止開鑿 那 那麼 他這個東西 他的時間很集中 就是在千都洛陽之前 才有的 那個時候只要科菩薩形象 不管他是祖尊 是邪士 還是那種小天人的那種菩薩 全部都會配戴這種 就是有 有獸手 有雙獸相對這種 這種 的兇勢就對了 但是在千都洛陽之後 就沒有再看到了 這可能是跟 漢文帝推行漢化 不是 孝文帝推行漢化有關係 因為他們想要把所有的元素都中國化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說 他的暗示說 這東西是有很強的域外因素的 那麼在 墨高窟也可以看到 在北梁的洞窟 就是很早的洞窟裡面 也可以看到這些 這現在都已經慢慢的開始看不見 已經開始風化氧化 已經是色彩都淡了 但是現在 為什麼大家現在石窟單位 一直要做考古報告 因為 石窟有一天會不見 只是不知道 只是我們現在 藉由我們的科技手段 讓它不見得慢一點 它有一天會不見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把這些東西 這些美的事物留下來 我們想要讓更多人 我們的後世子孫 都能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很努力的在做考古報告 想要一一的把它們進入下來 除了藉用科技手段 就是去掃描拍照 然後去3D建模 去做一個很大的數據庫什麼的 我們還是要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還要到現場去 測量那些東西啊 還是還有去把它畫下來 什麼的 然後做文字上的紀錄 反正我們就是希望有一天 如果這個石窟 這個洞窟沒有了 我們還可以根據 我們現在所採集的這些材料 再把它復原出來就對了 所以說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口報告上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看不太清楚了 真的看不太清楚 從圖板上都看不太清楚 除非你到現場這麼盯著它看 還可以看到一些痕跡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有機會到現場這樣盯著它看 所以他們就開始畫線描圖 線描圖裡面就把這些上面的這些 就是跡象全都畫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還有雙獸相對的這個 這個紋飾在上面 那這裡也有這個兩個相對之後 它嘴巴這邊喔 還就是共銜一起沿著一條線 就很像我們在玩那個吃麵條的遊戲一樣 對 然後這裡也是 這裡也是就是雙獸相對 就是你看兩個獸手是 然後這樣子看著對方的感覺 然後這樣子看著對方的感覺 那麼 其實這個題材 這個母題在墨高窟 其實延續的比較久一點 但是在北位之後西位就看不到 然後北周很零星的有一兩例出現 然後之後是在隨帶 隨帶還可以看到類似的 你看它也是兩個相對 然後他們一起咬著一朵花 一起咸著一朵花 一起咸著一朵花的一個表現 那很特別的是在墨高窟的隨帶420洞窟 它這個窟幾乎有三分之一的菩薩 都是配戴我剛剛說的那個形式的一個陰落就對了 你看這是我畫的線描圖 我把這些都表出來了 還有這些也是 全部都是很類似的一個表現 只是說 當然這個 這個420窟的這個兇士好像 跟前面有點像又有點不像 因為它好像你看它就是 的確好像是雙獸 就是獸頭有昂起來相對的感覺 可是它中間沒有一個連接 它中間沒有 沒有 沒有一起咬著一顆寶石 也沒有一起咬著一個珠鏈 也沒有一起咬著一朵花的感覺 它就只是相對 然後保持一個距離 那但是因為它相對的這個東西 還是可以歸為同一類 對 那麼我們如果說仔細的來看 就是魏晉南北炒到隨唐的這種 類似的這個表現的話 我們在這個三世紀到四世紀 也就是對上面這邊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說 這邊的這個鏈條 這個圖板真的 打出來不是很好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這邊還是有個界線 就是區分說獸身 跟這個鏈式的地方 而且它上面還有刻畫這個線條 就暗示著說它 嗯 身體的一個紋路就對了 這個獸手上面的紋路 那它其實還是在模仿 這個 剛剛說的這個劍陀螺的一個造像 不過啊 它往下之後比如說到 這個地方 它這個模仿就好像已經變弱了 就好像沒有那麼明顯 這個瘦身的感覺沒有那麼明顯了 然後再之後的話 你看這個它都已經沒有那個 兩個界線的這個畫粉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慢慢的簡化的一個過程 剛開始都還很 很 想要很仔細的去模仿那個劍陀螺的樣子 但是後來就慢慢慢慢的簡化成 就只有一條線的這個樣子 那 可是這樣子整個歸結之後 它還是從劍陀螺而來 就是它是這個傳統的延續跟模仿下來的 對 那麼 可是420窟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的確兩端相對 但是它沒有相接 它保持一定距離耶 怎麼辦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些是我畫線描圖 那它原本圖是什麼呢 你看 是這樣子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有一點不一樣 跟剛剛的 再繼續看 我們看到這些食物啊 也不是食物啊 它對應出來的這些形象 全都是貼金的耶 這些陰螺全都是貼金表現 為什麼要貼金 除了說我們去奉養它 然後幫它貼金之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意涵是因為 它去模仿精氣 它去模仿精氣 就比如說 它在模仿這個東西 模仿這個東西 那麼 雙獸相對的這個題材 其實在中國 也有出現一些食物就對了 比如說 在山西太原的徐顯修墓 就發現了這個戒子 這戒子雖然很小 但是它的題材 就是雙獸相對 就是兩個獸頭相對的 然後還有內蒙谷 那邊也發現了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鍊子 它後面也是兩個獸手相對的 那這樣的題材 其實很多很多 就是出了中國的領域之外 很多很多 比如說 比如說 在 今天的中亞 還有西亞 甚至是 黑海的 周圍就對 都會看到這種 就是雙獸相對 兩個頭相對的這個東西 它有的是警示 有的是就是有點像項鍊 有的是手鐲 有的是臂穿 就是裝飾手臂的這個地方的 他們的來源最後最後都可以追溯到希臘 對 所以這是那個時候中亞地區 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四世紀 整個這個中西亞都很流行的一個東西 所以420的這個 這些東西 有可能就是受到中亞的直接影響 而不是從劍陀螺這樣一直 一直影響下來的 而且它是直接受到西亞這邊的影響 所以導致他們的一個形象就對了 那我今天其實想給大家看的 這些東西 其實我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佛教藝術 它不只是佛教文化 然後更是歷史的縮影在其中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菩薩造像 很多都是 的確是從劍陀螺那個時候 就一直延續下來的 但是很多 它同樣的吸收了 融合了 當時候文化交流的一個 產物在裡面做呈現 所以佛教藝術 包含包山包海 真的 就是 大家現在做任何的研究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要回頭來看我們佛教藝術的東西 因為 從裡面 它真的是 藏了很多材料在裡面 對 有時候我們看文獻裡面 可能說到 某某的什麼供養用的東西 我們根本找不到那十階的東西 我們就是到佛教的圖像裡面去找 佛教藝術的圖像裡面去找 就像是以前 現在做研究也很多說 做以前的什麼根枝圖 那也只能看到我們的佛教的壁畫裡面 去 從裡面找取相關的材料 對 我今天就是想要展示一下佛教藝術的國大淵源 對 謝謝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呢 對 然後呢 我是佛教學系的 那個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的老師 我希望 這個就是我們 在佛光大學可以 啊這個這個怎麼沒有那麼好看了 對啊 我們那個學校可以遠眺歸山島 非常的漂亮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好嗎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我們的卡羅 佛教學系在九年前 我就來到台灣讀佛教學系 那也大學說是都畢業了 現在在佛光大學上班 簡單的自我介紹 謝謝大家 好 好 那我當然在這裡畢業 我當然就要為我系所做一點付出 所以我今天想要為大家介紹我們的佛教學系 好 OK 好 那因為大家在南部 可能有一些人知道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要特別說這個 就是 大家也會 很多人以為佛光大學在哪裡 高雄佛光山 這個是不對的 高雄佛光山是叢林學院 也是我們的本山 但是我們的佛光大學就在哪裡 嬌西宜蘭 那裡有名的什麼就是 泡溫泉 所以歡迎大家來走走 那他離台北呢 就是50分鐘的車程大概 所以從台南要坐高鐵 就坐 客運就可以來到佛光大學 嬌西 那要來到佛光大學呢 我們 他跳太快了 好 他沒有反應 救命 他為什麼沒有反應 來我再來一次喔 不好意思 電腦卡住 真的蠻多的耶 再一個掌聲 哇 好感動 因為通常很少人知道 我們佛光大學有一個佛教學系 那好 我回來我剛剛的PPT 那來到佛光大學 去到教系要怎麼到佛光大學呢 我們就有校車跟台灣好行可以去 好 現在正常了 因為會比較舒服了一點 好 那我會用這六點 就我稱為 你非來不可的理由 那第一點呢就是師資的部分 那大家剛剛有聽到我們的郭老師的演講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國際化的環境 第三個是我們的跨域的部分 我們跨域的課程多元化 那第四個是我們的獎學金 第五個呢就是我們的免費共產的部分 那第六點呢就是我們的宿舍保證 好那我今天就會用這六點呢 為大家介紹佛教學系 那剛剛講到師資呢 那因為我們是佛教學系 如果有接觸佛教的部分 這個研究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的師資 是非常完善的 而且是很專業的 我怎麼說呢 來大家可以在這裡看 我們的老師們的專產 我就不一一介紹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的專產你看 有基礎的叫做印度佛教史 還有中國佛教史 西藏佛教史等等 這些是我們的基礎 那基礎過後呢也要學一點語言 在研究上會需要用到 例如說 范文啊 巴黎文啊 藏文啊 那還有日文跟英文 那除了這些我們還有思想面的 思想天台啊 華言啊 那還有中觀啊等等 那我們也有比較現代的 例如說 性別佛教啊 佛教史以社會啊 這些等等的 就是屬於比較現代的 那當然這裡我們還有更多 例如說韋士啊 還有等等的這些 是各個老師們的專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好 那 接下來就是我們也有一些 一些堅韌的老師 那他們也有他們的各個的專程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 好 那另外呢 我要介紹也是屬於我們的 老師一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生活老師 那為什麼會講生活老師 是非常重要的呢 其實因為我們佛觀大學 佛教學系有一個特色 叫做生活教育 就是共住 共學 共識 那我們的師父啊 星雲大師在拆更堂 有這麼樣的一句話 他叫 他說 人我相處之道 要靠什麼 靠生活教育來訓練 自我提升之道 要靠什麼 靠思想教育來啟發 這個不就很符合我們的 共住共學共識嗎 你看喔 師父就說啊 人我相處要靠什麼 生活教育 自我提升要靠什麼 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就是我們的專業 然後生活教育就是我們說的 共住共識這個部分 那這些可以什麼 提升我們的溝通能力 還有團體合作 這是我們佛教學系的特色喔 好 那再來 我剛剛有說 我們有一些跨域的部分 可能一些師兄師姐 不懂什麼是跨域 那可能比較我們 剛好這兩位年輕人 可能有聽得懂 就是跨域是什麼呢 例如說 我們知道我們有佛學專業 那但是現在 已經 已經不 沒辦法只有一個專業 所以我們有跨域 表示什麼 例如說 你可能對心理系很有興趣 那佛觀大學是一個 一個 一般綜合大學 就是怎麼說 它除了有佛教學系 還有心理系 傳播系 素食系等等的科系 都是可以跟佛教做結合的 那就是說佛教與心理啊 佛教與素食啊 佛教與傳媒系啊 這些 都是我們的課程可以跨域的 所以 只要你可能有興趣 但是你覺得啊 未來我怎麼辦 沒關係 因為你有其他的科系的專業 這樣懂嗎 所以 我們會鼓勵青年做跨域 因為是多元 多元 課程是多元的 好 那呢 在佛教 大家聽了這麼多 可能想說佛教學系 到底學生有沒有做跨域 好 在佛 我們這裡有做一個統計啊 佛教學系的學生啊 其實還蠻多 都去跟其他系所跨域 所以他們除了學佛學 佛學這個部分 還有學其他領域的部分 那像我們這裡可以看啊 有很多人 還蠻多人修素食系啊 未來可能 也可以來滴水帆幫忙 還有社會啊 社會系其實它跟 佛教跟社會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道產 要營業 它其實要跟什麼 跟當地的一些機構做結合 所以其實社會是蠻重要的 它要有一些 例如說非營利組織啊等等 還有管理 道產需不需要管理 當然需要啊 當然需要 所以你看它也可以做 跟管理系做結合 也需要文字系啊 傳播系 你看像我們兩位年輕人 現在不懂這些機器 他們就沒辦法做傳播 其實這個是有幫助的 就是多一個知識 多一個專長 多一個希望 所以學佛有沒有希望 是有希望的喔 是有希望的 好 那講了這麼多可能 啊這個屬於台灣的課程呢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去 出國留學 是這樣子的 我們佛觀大學呢 我們大家知道 星雲大師 我們的師父 在全世界 全世界有辦了幾所大學 五所 對五所大學 那我們都是稱為姐妹校 那佛觀大學 我做一個例句 佛觀大學 跟 例如說西來大學 剛好在這裡 它是可以做 酸學位的美國2加2 program 怎麼說呢 就是你兩年齁 在佛大讀書齁 兩年在美國西來大學讀書 你就可以拿到酸學位 這個學位其實很重要的 為什麼 這個在台灣政府 跟美國政府 都是認同的 都是認同的 而且最主要喔 你只要付台灣學費 這個是不是很棒 給大家一個掌聲 因為呢 為什麼我說給大家一個掌聲 是因為 這是因為百萬新學 百萬新學 我們才可以這樣子做 這樣子做 好 那當然我們有一個 短期留學的 還有交換生 那我們就下一頁 給大家看 好 這是我們的兩位同學 碩士班的學長 他們去過了 英國短期留學 那我們有大學部的同學 去過中國交換 那 現在這一個呢 我們的這個 旁邊最右邊的這個男生呢 他叫劉登宏 劉登宏 他現在在美國交換 那大家聽到 現在在美國 怎麼可能 現在疫情啊 怎麼可能在美國 其實呢 他在大一的時候 進來 還沒進來的時候 面試的時候 他就說 我想要進來佛教學系 未來我想要 在我畢業前去美國交換 他就 從大一到大四 就一直努力修課 到大三的時候 把課程修完 然後呢 他怎樣 他現在已經申請到美國交換了 他沒有因為疫情 反而讓他打退 反而他讓他更有想要努力 去達成他的夢想 現在七月呢 已經在美國讀書 已經上課了 三個月了 給他一個掌聲 其實真的很優秀 其實很難喔 真的很難要在大三 修完課程然後去交換 也是要有一點 也要有一點努力 好 這個呢 就是我們給我們的親人朋友 介紹的齁 那佛教學系呢 也有做一個 我們剛剛說 學語言也很重要 那我們也有鼓勵青年去 日本去短期留學 學語言 那這個是剛好我那時候 碩士班 大學畢業要升碩士班的時候 剛好我們一批同學去那裡 做語言的學習 去語言學校學習 那我們也有同學去過 這一些都是我們同學 他們去了印度學什麼 學藏文 去印度學藏文 那講了這麼多呢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我們佛教學系呢 的學生呢 只要你做了整個報名 申請整個通過呢 你只要在入學過後 可以申請這個佛學精英獎學金 是每學期可以申請5萬塊的獎學金 5萬塊的獎學金 那接下來呢 還有這個是比較給我們的 青年朋友 就是 只要你是學師班的同學 你進來的時候 如果你在你的學科 學成 學科的部分 有符合以下這三個 只要其中一個 你可以再額外申請優秀學生獎學金 5萬塊 表示什麼 他可以申請10萬塊 10萬塊 其實像我是來自阿根廷 國外來的 父母都 你們知道阿根廷離台灣多久嗎 36個小時的轉機跟飛機 很遠 大概33 36 跨章是36 其實很遠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如果有這個獎學金呢 是很幫助我們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感謝 我們佛教學的同學都很感謝 百萬新學人 感謝我們的師父 都給我們這個機會 有這些獎學金 因為 像我們就 不用擔心生活 我們只要好好讀書 只要好好讀書 然後 偶爾去公讀賺一些生活費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我們對我們來說是真的 非常感謝 好 那講了這麼多很厲害的東西 大家可能也覺得很棒 那到底佛教學系有沒有現年齡 哇 唉唷 了解我們喔 很棒喔 師兄給你一個掌聲 哈哈哈哈 對 你講得對 佛教學系沒有現年齡 只要你有興趣 都歡迎來報考 都歡迎來報考 那 這裡呢 就有師父的一些 我們學運大師的一些 猜一些 對鼓勵那個讀書的一些話 他師父就是寫 學習不間斷喔 那當然這裡有很多啊 師父講的話 那大家可以在這裡看 那我主要是想要講這個 你看 師父就說 要活到老 學到老 相信如果大家當然不是因為讀書 但是大家本身應該就是 活到老 學到老嘛 要不然就不會來這裡 聽演講 就是想要提升自己 所以你看我們師父 多有智慧喔 從以前以前就是說 要活到老 學到老 我們師父就是這個精神 我們師父就是這個精神 好 我們學生呢 有一個學生 我簡單分享他的一些心得 他是大二的陳瑪琳 他也是我們的年長同學 他就是這一位 這一位 大二的你看 他就有寫說啊 就是他有跟我說過 他一直對佛學很有興趣 但是怎麼樣 他害怕什麼年紀太大了 然後害怕有什麼 跟青年上課 沒辦法融合 沒辦法融入他們 然後也怕 那什麼 上課太難了 這個 相信很多人如果現在 有興趣 但是也想要報考 但是有這些害怕 種種的害怕 相信都有一點點 好 那像我自己也是啊 我在阿根里 我的中文不好 我也是很害怕課程太難 好 但是你們看 你們現在發覺我以前不會講中文嗎 不會 是以前真的不會講中文 是來到佛大才開始慢慢訓練 好 那他就說啊 他之後來 之後就勇敢面對 他還是來報名了 也現在已經上課了 那他就跟我分享說 他覺得反而跟年輕人學習自己也年輕了 那他也是道禪 他也是有去道禪 也有去外面學佛 那他有去參加一些佛學講座 那他怎麼把這些 我們佛教學系的課程融合呢 反而他就 他覺得不難 而且把這個整個學佛跟佛學 怎樣他寫 把它組合在一起 增長佛法的知識 就是很棒很棒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分享的 那我們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淑慧同學說一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多分享他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這裡稍微讀一下 大概就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以前都是照著父母的想法去做 但是之後他年長想要為自己做一點 自己的一些喜歡的東西 所以他就來讀佛教學系 那他就這裡分享一些 他對佛教學系的一些感想 好 好 那因為我看有一些人 還是沒有舉手表示 他還不認識我們佛觀大學 那因為現在疫情啊 可能大家也很害怕 坐這個高鐵來來去去啊 等等的 所以呢我今天在雲端上帶大家導覽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這裡簡單介紹 其實如果有去過的 沒有去過的人 也有去過的人知道這裡是什麼 龜山島 最少基本知道宜蘭有一個龜山島 這個頭影布幕看的不是很好 但是可以往後看一下 其實他是這麼的美 這麼的美 真的叫做這麼的美 這個頭影布幕真的看不太好 對不起喔 道場對不起 對不起 但是其實可以看後面 他其實很美很美 我聽說 我聽說就是台灣人跟我 我台灣朋友跟我說的 整個宜蘭地區看到龜山島 最美的地方在哪裡 就在佛觀大學 他是因為 為什麼美呢 是因為他可以看到這個龜的 整個形段是很完善的 如果你再去宜蘭這邊啊 或羅東安 這個龜的頭啊 會是尖尖的不好看 我們要圓融齁 哈哈哈哈 所以 其實他是圓圓的齁 其實這個歡迎大家 真的一定要來到這裡 去看我們的風景齁 那當然還有夜景 這裡也是看的不好看 大家往那邊看 哈哈哈哈 很美很美 這個蘭陽平原的夜景 很美很美很美 而且還可以看到我們的龜在這邊 還可以看到我們的龜 好 用這個螢幕導覽太不好看了 大家往那邊看會比較好看一點 辛苦辛苦大家了 好 那我們當然也要介紹我們的佛教學院 我們的佛教學院 好 他跳太快了 我跟他真的不好 他都喜歡跳很快 OK好 他又淡機了 救命 英文族的同學 來自巴西的當地人 那因為我們真的 剛剛說我們是一個國際化的環境 像我來自阿根廷 像巴西 那我們有同學來自澳洲 澳洲 美國 意大利 越南 然後泰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等國家 大概23個國家 好 所以呢 太多了不說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也會辦這個聖誕節 那大家會問說 為什麼佛教學系要辦聖誕節 大家一定問 欸佛教學系為什麼要辦聖誕節 為什麼不辦 遇佛節 我們是學佛的啊 怎麼不辦 因為呢 佛教學系的學生 未必是什麼 佛教徒 未必是佛教徒 我們有基督徒 我們有印度教的 等等的 也有沒有信仰的 他純粹就是為了佛學而來讀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文化 我們的一個文化 那因為我們有很多外國人 他們其實在他們的國家呢 已經有這個聖誕節的文化 他們可能不是信仰的關係 但是他們就是 這個聖誕節表示什麼 大家聚在一起的一個文化的一個 聚在一起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就會辦聖誕節 讓大家交換禮物 開心開心一下這樣 好 那當然講了這麼多活動 我們也要介紹我們的設備啊 那我們有電腦教室啊 教育廳啊 教育廳有時候也可以這樣子辦一些圖書會啊 那同學就會聚在這裡 像我們有時候老師會帶 這是我們的知名老師 然後會帶同學帶圖書會 那剛剛我有講到我們的生活教育 所以不少什麼大聊 我們煮飯的地方 我們同學都要一起行壇點座 行壇點座 那為什麼要行壇點座 其實這個是培育一個人的個性 有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煮飯沒煮熟怎麼辦 要不要吃還是要吃 那但是你是煮飯的人會怎麼辦 你會覺得很慚愧 所以你下次煮飯會不會想要把煮熟 會 會 其實我看都是師兄師姐齁 但是 對你們來說可能進廚房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們有很多同學發生什麼事 他以為米不用洗 丟下去飯水就吸下去了 我們說不行喔 同學這個要洗喔 他就知道要洗一遍 不行喔要洗兩遍喔 洗三遍喔 洗三遍兩遍OK 然後他以為放在電鍋 這個電鍋 放進去就好了 不要按什麼按鈴 沒有 弟弟妹妹來這裡按下去要擦擦頭 這些都大家覺得很基本 但是很多年輕人是不懂的 很多年輕人 還有一個切菜切菜切菜 我們都在這裡是吃素的喔 整個學校是不用吃素 但是 佛教學系這棟大樓要吃素 你出去 隨便你了 我們沒看到 對 但是 我的意思說我們這裡切菜切菜切菜 會不小心切到什麼 切到肉 不是有肉是切到手 對 所以就是其實 我們覺得好像很基本 但是其實 對年輕人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學問要學的 所以其實不要小看這個生活教育 師傅說的這個生活教育是非常重要 而且煮飯還要溝通 你要跟他溝通 我去切這個你去做那個 在一個小時半 18歲的年輕人要怎樣 要煮給100多個人的飯菜 是不是很不容易 給他們一個掌聲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平常沒有在廚房 在家裡只要坐下來 媽媽已經斷飯在桌上了 只要吃而已 而且有時候還不要吃 是不是 所以他們已經習慣這種生活模式 所以我們就 好 他今天跟我反看 其實還有兩個照片 就是 想要給大家看 同學在生活的部分 好 那這是我們的災堂 災堂我們也有型堂 當然就是都是培育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 未病年輕人 我們的同學 培育我們同學一起 的這個共住的生活的一些培育 好 那我們當然也要有學習的部分 那就是自習寺 我們有自習寺 還有我們的古真社 為什麼我們有古真社呢 因為我們佛教學系 除了叫佛教學系 這個整個整棟樓的宿舍稱為 雲水書宴 雲水書宴 我們除了一些平常的課程 我們還會有一些 課程 額外的課程 你有說古真社啊 樹苗課啊 等等這些 那這些呢 都是培育青年 培育同學 一個藝術的部分 藝術的部分 好 那我們當然也有圖書館 我剛剛 今天中午在跟師傅聊 師傅說 我很想去你們的圖書館 好 其實我們圖書館真的很棒 這個也是 山上的 當然是百萬星學的大家 我們才有這個佛教學系的圖書館 那專門就是 呃 存一些佛學的專書 那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些都是 占文占經 就是很寶貴的 很寶貴的書 好 那當然也有我們的宿舍 我們有四人帆 還有兩人帆 OK 這些都是數字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 書院的課程的部分 這些都是提升 我們的同學 一些 額外的領域 所以好像樹苗課啊 他們可以提升一些 藝術的部分 那也有古增 好 最少有出一些照片 謝謝你 照片一直出不來 好 好 那當然我們也有一些 系列講座啊 還有我們今年要增加一個 圍棋社 圍棋社 好 那 結尾呢 我就要分享給大家 這個我們跟師傅 拍的一個 大合照 那師傅 我們就稱為佛教學習什麼 佛教就是 幸福的教育 相信大家在這裡 知道佛教啊 一定是幸福 一定是幸福 如果有機會的話 改天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學佛為什麼會變成幸福的教育 我以前是很叛逆的年輕人 但是因為今天的時間關係 我就不多說 下次我們要留給下次 要留一些給下次 好 他真的很不喜歡我耶 救命 OK好 那不行不行 他一定要回去 因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天啊 好我們用滑的 現在呢從10月18號到11月18號 是我們的碩士班的報名時間 11月18到 10月18到11月18 碩士班報名時間 只要你符合有 學士就是大學部的學歷 以上同等學歷都可以 報名 另外一個是 就是如果你不瞭解我們 想要瞭解我們的碩士班的課程 也可以參加我們的 12月18號的 線上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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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本來有一個QR Code 大家可以掃 但是因為 電腦不太喜歡我 好這裡也可以 好這個就是下一張了 我要講的 好那 剛剛講的說明會 跟碩士班的報名時間 另外一個就是 明天呢在極樂視 極樂視也有在Youtube 那如果大家對圖說台灣佛教山 好山其實是因為老師的一個編號 但是對圖說台灣有興趣 明天歡迎可以在線上參加 明天可以去線上參加 另外一個 結尾就是 如果大家對我們有一些興趣 或想要瞭解我們 或想要幫我們推廣佛教學系 都歡迎掃描這些QR Code 那這個是我們的FB粉絲頁 我們有很多活動都會在這裡 分享給大家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LINE LINE的部分 ID是FGU DBS 只要你有任何問題或想要瞭解 或想要幫我們宣傳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戲碗頁 戲碗頁也有很多一些課程的介紹在這裡 那我們也有一些Instagram跟YouTube的頻道 大家也可以歡迎去看看我們的一些影片 好 那我今天介紹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 那我們還有一些Q&A的時間 那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主持人 好可以嗎 就是大家看有沒有問題想要問 只要是關於佛教學系的 或剛剛老師的講座的題目 都可以在這個時候 還有10分鐘可以開放提問 好謝謝大家 大家再次掌聲給我們這個可愛的 Carlo OK好 那剛剛針對剛剛課程 或者是佛教學系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我們現場 只要你進入佛教學系的第一學期 沒有看成績的喔 只要你入學就有這個5萬塊 第二學期就是下一學期 是要看你上一學期的成績 但是上一學期的成績也沒有說 你一定要考86 80幾秒 他只要你不要被淡掉 有沒有很容易 只要不要被淡掉都可以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只要你有想要繼續讀書 你用心一點其實就不會被淡掉 只要你也沒有被淡掉 就還是可以繼續申請 那當然還有一些規則啦 例如他簡單的規則 對 只要是大學部碩士班跟博士班的同學 都是可以申請我們的佛學金 獎學金 這樣懂嗎 大學是四年 碩士班兩年 博士班兩年 可以申請 對 這樣有回答您的問題嗎 沒有回答 有有有有回答 好謝謝 好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我看到年輕人的時候 我的眼睛會特別亮 請問你們要不要來讀我們佛教學系 這樣懂了齁 師姐要記得 師兄師姐都要記得 看到年輕人眼睛都要特別亮起來 好 那因為 可能沒有大家沒有問題 那我在這裡多說一點點 大家手上一定有這個DM 有這個DM 其實這個DM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這個呢 如果放在家裡就變廢紙了 但是如果我們 我們有同學 台灣的同學 就是因為拿到這個DM 才來讀書 那他現在從大學 碩士讀到博士 他是我們的苗栗的一個 師姐的孩子 因為媽媽拿到這個DM 所以 現在來讀書 已經讀到博士 然後博士 所以其實 這個DM呢 我們可以拿去 因為每個人只要一張 一張 把他結緣給下一個人 像我現在就想要結緣給他們兩個 希望你們 未來好好參考 來讀佛教學系 類似的這樣子 我們看到年輕人要特別亮亮的 所以 真的想要麻煩大家 幫我們一下 然後如果看到 可能家裡沒有年輕人沒關係 像鄰居 去買菜的時候 看到年輕人給他递一下 說不定 就這樣子 就也改變了一個青年 因為有些青年是因為 家境的關係 他們可能沒辦法讀書 他們只能上班 但是因為我們有提供獎學金 所以他可以有機會讀書 有一些人可能 讀佛學 我很喜歡 但是我怕怕 我不知道會不會 明天沒有飯吃 不要怕 我都不怕了 從國外來的 其實讀佛學 我相信沒有說 沒有飯吃的 你看佛觀山 全世界多少道餐 200多個 怎麼可能會沒飯吃呢 這樣子 大家懂 有地方一定有上班的 好 好 還有現場還有人想要提問的嗎 沒有嗎 沒有喔 好 那我們大家掌聲 再次謝謝我們的老師 跟我們的Chloe 對嗎 OK 老師跟我們Chloe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獎座 謝謝 謝謝老師帶來這麼精彩的獎座 謝謝 如果大家剛剛比較不好意思詢問的話 老師這邊等一下課後應該還有一點時間 大家也可以上前提問也沒有關係 好 謝謝大家 謝謝